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把上床当作一个炫耀的事情就很可笑了 这就说到正题了 她就是她是怎么回事呢 她就写了这么一个文 但是这个文呢 最近这几天我看就是不仅受到女性的群殴 还有也受到男性的这个群殴 大家纷纷表态 可是呢 我觉得人凤姐 远在美国的凤姐 看得倒是挺锐利 看得都是你这个财经的角度 凤姐就是说 那大概意思啊 凤姐就是说 当然她就说这话觉得特别二啊 特别不靠谱啊 她说但是 她是日本搞代购的 你们呢 都被她蒙了 她就是哗众取宠 这就增加流量 这就可以挣钱 卖东西 你看凤姐一人见血了 但是呢 还是要说一说 她就说了个什么呢 她这篇文章里 好像是对这个当代的有些小女孩 有些瞧不惯 对吧 就不惯你们这毛病 但是问题出在一个关键这句话 说作为一个有点阅历 有点经济基础的老男人 除非是不想 否则真心没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 或者说睡上也行 好 结果这个我首先看到的 就是女权分子就开始爆菜 说您看看您这模样 我们就去看看她这模样 五月这散人 就是说 那我看的女权分子 就是说就您这手上戴着佛珠 这个 我看着有点像一禅宗 她长得不太散 就说像你这样的 有点阅历 有点什么经济基础 您也没戏 不是 其实她这个话肯定不是凭空说 她对着今天的社会说 比如你提前三十年说是 那不是群殴了 职业又给抓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话你如果反着再说一遍 反着再说一遍 如果不是她说 如果是一个富婆说 这话是不是也这意思 比如说以我这种资产 富婆 性别倒过来 说这个 什么小鲜肉 我想弄谁弄谁 可能吗 不得要说的这个话呀 一般这个像咱们这个直男癌 也不会写文章骂她 咱们觉得很正常 对 所以这个 如果是女权主义者的 就别招这份急了 你翻过来 如果你不着急 那正面你就不该着急 这就是她说的 代表她个人 她不代表全部 而且她就 她的意思是说 她有两 一个词汇 两字比较重要 就是说漂亮牛 是不是这个意思 普通漂亮牛 她有四个字很重要 就是还有个普通漂亮 我先不知道这个普通 和特别漂亮 是什么意思 不是 她 我觉得理解 就是说 这个普通是相对明星而言 对 就不是 也不是说那最漂亮的 就一般 社会上这个普通漂亮牛 拿下没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我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性价比比较好 你花的很便宜 吃人家 请人家吃一顿饭 或者买个小包包 基本上就能搞定 如果放在您那个八十年代 写手诗就能搞定 那那时候性价比更高 动动脑子 现在也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现在写诗搞定人 很困难 写诗是困难 买包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像散人这样 跟一姑娘说 我把你捧成红人 我网红 你跟我联系在一起 你看你将来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还真有可能 是啊 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他说的是性价比最高 就是说 他这一方支付的最少 支付的少呢 两类人泡不上 一类是真的绝世花瓶 那他肯定泡不上 谁也泡不上 对 都耽误了 对对对 那不属于我们的 对 还有一类呢 还有一类是有头脑的 就是他有一点财 有一点容貌 还有点头脑 那这样的人 往往把自己的估值 估得比较高 所以呢 他说的普通漂亮妞 我还得给他加个定语 就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头脑的 普通漂亮妞 我觉得他能够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潜质 就是没什么钱 如果那女的钱比他高 那死了 弄不上 就是性价比就很不好 他也不会去找那些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啊 就也有女的看了 你不发现女的看了这个 就问我 女的愤怒还是男的愤怒 因为我没看网上这个 女的愤怒 女的愤怒嘛 女的愤怒嘛 对 而且就说我们那个女同事 我说你问我干嘛 你就是嘛 胡说 然后说 我说 爱你是吗 我当然不是了 我当然不是 不是 但是我要这么说 我要这么说 我能理解 就是说呢 他呢 你可以讲 他讲话的这个语气 他讲话的这个态度 是不但不尊重女性 也不尊重他自己 对吧 你不能就是这么说话了 现在就是把人 扮了谁 玩了谁 对吧 但是呢 我就说 咱要是仅仅就客观事实来说 我认为他也没差到哪里去 最多我要叫我说啊 我如果我这样谨慎的人 我就会说 否则呀 真心 这个没啥的 这个到最后也泡不上的 总有一个能泡得上 但我 因为呢 这是中国的现实 我们看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 当然你当你把这个东西 变成这样的时候 的确就像你说的 现在很多普通漂亮妞 也不管是什么中年男人 还是什么男人 那我觉得那个本质上 是一种情色交易吧 对 对吧 而且尤其是他在日本待着 我就觉得他说这话 就更有理了 因为日本就原交大国 这事更容易想明白 当然可以了 很多原交也被认为是恋爱 少女 现在很多少女想要个普拉达 就跟一个中年男人 你也不能认为 他们不是那么样的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 他相处一段时间 这个甚至会有某种 类似于感情经历的东西存在 你要是加上这些 从客观事实上来讲 他讲的没有错到哪里去 不是 是他的态度 感情因素每个人都有 嫖娼也有 他嫖娼他有短暂的感情因素 他那么闪现一秒 他也不能算他没有 他不是就是 我们把很多事情画的 就简单化了 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对当今社会是某一个人 占某一个角度的一个总结 不能说这事 我刚才翻着说 我为什么翻着说 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啊 就现在所谓的小鲜肉 过去对被妇女包养了 这事那比男人包女人 这个事情要冲破礼教的 那多的多 严重多了 现在大家都接受了 现在不有一词吗 就相对着那鸡 他有一个东西叫鸭 对不对 过去谁听说过有这事 这个 这个事情 马老师 您是这方面的行家 以前有像 鸡的行家 还是鸭的行家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 比如说我们50年代 去扫黄的时候 那打鸡的全是妓女 是吧 从来没有打鸡过鸭子吧 就是证明这个鸭子 本身在社会上是非常少的 如果今天不是没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有 我们不是凭空说的 就是有这个富婆去包养 小小面首这种 那有的是 那这个现象 那简单的说 那更是钱的钱的交换嘛 所以我我听下来 刚才你们两位啊 男士就觉得五月散 人说的那个东西没什么 我是觉得有什么的 当然当然 我也是 女人感受一定不好 对 他人家打 我也可能踩上一只脚这样子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 就是有的事情啊 当你直白的 以一种非常歧视的态度 说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很糟糕 他他不是这么说的 而且我看了他还有其他的几条微博 那说的更赤裸裸啊 有的就说的很露骨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问题 就像其实我们想白了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情色交易 男人有色 女人有色 你有多少的钱 交换多少的色 只是如此而已 他谈不上一个 你去歧视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所以女性想的是 你有什么好谈的了 反正这个世界上总有这个交易在 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 就是你如果说 你也有色 啊 他也有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个交易就是纯色交易 还不是全色或者潜色交易 就现在约炮神器那么多 在这个时代 你只要摇一摇 说不定就来了 人就来了 那那这种时候 呃 我觉得 呃 昨天前天跟黄海老师在一起 他说 这个时候你还把这个上床当做一个泡普通漂亮妞 当做可以一个炫耀的事情 现在说实在的就是说 那就是一种 你情我愿的 然后这种事情 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性别意识 如果是八十年代啊 就是啊 你泡很多妞 他有一个男性居高临下的意识 嗯 那叫做 借谈恋爱的名义耍流氓 对对对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但是现在不是 嗯 现在就是平等 我跟你说啊 他有点搞不清楚 现在的情况了 啊 这个毛病 我前两年也有 世界 时代变了 男女都一样 你知道吗 他这里边 这根本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 你知道吧 还是感觉 哎 见了 比如说你们年轻的时候 在北京街头 那叫拍婆子 嗯 是吧 哦 我们到那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见一女的 就是伴了谁 伴了谁 这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种 你知道吧 这个词都不一样 对 可是现在了 我为什么说 我说不一样了 谁把谁玩了 你知道吗 真正的理论 诺贝尔现在经济学的获奖的是契约 就是根本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交易关系了 包括你以为小妹妹你占了什么便宜吗 你把人家泡了吗 这就是个交易 当然 有时候感情也是交易成本 反正是各取所需 对吧 你得到了你要的你的 他得到了他要他的 你还真甭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 对 摘星手 或者是 真话大 我们开始都往经济上去讨论这事 这事呢 其实所有的事都是一样的 刚才这个叶谭说了一句 就是说借着什么 借着恋爱的名义耍流氓 这是过去的一句名言 是吧 对 其实很多人跟他是反着做的 很多人是借着耍流氓 谈的恋爱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很多人我们那年月的很多人就是耍流氓 最后人结婚了 恋爱了 生死了 一辈子幸福都要死 你们能说耍流氓一开始有什么不好的 这就叫泡妞泡庭老公 对对对 生间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反正这个我马爷 我觉得我比你现在这方面 先进了一点 先进多了 不是 就是说真的 我对女人其实我还是比较怂 就比较浮软 我一直就比较接受妇女的教育和再教育 我自己自我感觉 这几年我在成长 所以呢 我特别理解这个五月散人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呢 是生活在一个性压抑性饥饿的年代 哪像今天小孩们 你们的中学都干嘛 我们那个时候 对我们那个时候 是根本就是无处宣泄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 这么一个非人道的东西 所以呢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这个岁数长大的男孩子 他很多时候 他看一个女的 他当然就是说 把他给泡了 把他给绊了 他满足欲望 成功感 成功感 欲望为先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在女人的 妇女的教育 再教育下 慢慢呢 有些时候女人也让你吃点亏 你知道吗 你慢慢你也就明白了 今天的女人 对吧 你以为你把人家泡到手了 实际上你搭出去的情感 最后你说泡妞泡酒老公啊 你的包括经济 包括经济 钱也花了 包括体力 包括体力 都你搭的多嘛 搭的多 就是你 就最后你就 那天就是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哥们 就是旁边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男的偶像吧 整天吹嘘 说你看哪个粉丝 我又把他给办了 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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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后来我们那一个 像马爷这岁数的人 就就说 你以为你玩人家呢 人家玩了你 你都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就是 这就是这事吧 对于 好像我感觉 对于新一代 成长起来的女性来说 对 谁 谁泡谁啊 这真的是 是吧 就是说 刚才说的两个方面 像你 我们差不多年纪嘛 也长一辈 稍微长一点 那么 他们其实 如果是在性饥渴时代 过来的人 他会 有报复性反弹 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 所以他才老要说 他如果很有 就是成为常态了 他就不会说 所以这个东西 是有一个 这个病的问题在里头 就像我们饥饿时代过来的 如果是五十年代生的人 他饥饿时代过来 他 他容易得病 知道吗 因为他一旦有了 他就狂吃 他就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像这种吹嘘 是一种病 得治 他想着方法去贬低他 贬低他 现在是这样 俩事 第一个事 支持他一下 所以已经站不住了 俩事 第一个事 是我们顺着来 第一个事 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完全饥渴状 到什么程度 我们先说自己 说别人没用 说自己 就是我对妇女的 最深刻的 最一开始认知的了解 是非常科学化的 科学的 不文学的 文学没有叫 是我读的一本 这么厚的 内科学的 复科这一章节 我是通过 专业的教科书 去读复科这个章节 因为其他地方 你是看不到的 看到的所有图 都是现描图 你看那不会有 那时候不会有彩色图 什么给你看 然后看完了 看这个人体的构造 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 会影响您的浪漫观 跟爱情观念 那个文学 给你的营养足够了 但是问题 文学不给我这事 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通过科学 对他了解 这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 那么也没到达说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到达 就是那个社会 没有提供 一发不可收拾的 这个局面 我们是循序渐进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出现了 就是今天 今天非常明确的 一个问题 在男女 这个性方面 是绝对平等的 其他不谈 就是性这方面 所以我碰到过 很多女孩 不认为 这个有什么 这个不行的 就是我跟男人 是一样的 就换句话说 互为享乐了 对 过去是单方的 对 女人永远是被动的 更好 还能换包的 文化也告诉你 你是这个 你是被动的 你是被人家享用的 现在文化支持你 你可以享用别人 同时呢 很有副价值 就现在怎么算 都是女人合适 就是你按照 五月三人的原话说 也是 你搞定他 得花点钱吧 买个包 那你这事 是一赔本的买卖 对 对 要是说 性爱的享受 是大家平等的话 对 那就剩男的赔本了 那就是 你从各个角度 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合适的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你经济学家要算算账 首先是 这个刚才说了 就是男性 如果说 在一个彻底平衡的情况下 男性有包养女的 或者女性包养男的 这是全 全色交易 这个有 大家均衡 只不过是女富豪 比较少一点而已 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的少一点 还有一个 如果从身体上来说 其实男女都一样 你比如说 现在如果说 刚才我们说到 就过剩了 过剩的情况 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了 你以前像那个 有可能五六十年代 你节词婚约 大不了 现在有可能 你谈一次恋爱 那根本就不是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上一次床 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有可能是 负边际效用 就是说 你上一次床 你对性的感觉 更恶劣一次 所以 对 所以有一个 专业的术语 知道这个词吗 叫回床率 回床率 回床率 他说你编辑效用不好 不好 他就不回去了 这个女人要判断自己 或者男人判断自己 有没有回床率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就在想 五月这个事情 他如果说 这个回床率很低 如果他打了电话 给女的 女的还在想 你谁 你还给我打电话 你知不知去 完全有可能 回床率太高了 这男的就玩成要渣了 就得讲回收率了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觉得 有两种 就是说 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 不要轻易的归为什么直男癌 我认为这也是女权的一种偏向 实际是多元化的人类 包括在性方面的兴趣 个人不同 比如说我讲 我说我能理解他的一点 就是我从那个时候走过来 我现在感觉到 玩那么多 最后会腻的 没什么劲 当性的问题 人生你说这个话 人家会误解的 干嘛 你说玩那么多会议 我理论上 理论上 理论上 从这个像马爷这样的 这个老手的这个体验中 我得到 就是说 单纯 你慢慢 就是这个人的精神 就像玩古董 对不对 就是你慢慢的 你的审美会提高 过去的这个东西 杯子不再能满足你了 于是你看 最高就像向情的方向发展 对吧 为什么 你慢慢的你会觉得 我固定的跟一个性伴侣 跟一个挑好了的一个女人 有感情 这个我觉得生活质量高 对 可是我即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也要说 老虎武姿也是一种人类 对 你可以有有有些人说 你比如有有女人也有这样的 你看有那电影叫姓尹 有些男人或者有些女人 他就以上床为乐 对 就是爱就喜欢跟很多人上床 这是一种病得治 我也觉得不一定是病 是吗 是平 只要平等就好 平等就好 就是说你只要双方成年人自愿 对吗 那么男的也有这样的人 女的也有这样的人 他就不愿意回到我说的这个 他不走我这条道 对吧 他就愿意在性海里遨游下去 我觉得 他就是有点像 有的赌博叫一把一节 一把一 这个感情和这个 比如有的人很愿意炫耀 我跟多少人 不管是男女 我听过女人说 我都跟多少个男人 有个发生过关系 他就是一个一把一节的关系 你看过新加坡那个纪录片吗 那女的是六百多人好像是 他就创世界纪录 女的就在这 那是个华人女性 华人女性吗 华人女性吗 那你说 他是不是五月三人 可以一对 他值不值得批判 他也是 你是不是拍片子 你不是炫耀吗 但是 你有什么可炫耀的 他没有说男人 我只要有点 我只要有身体有点全 就把男人 普通小鲜肉 我都能搞上床 起码他没说这样 可以做不能说 只能议会不能言传 我只是组织一个活动 对 组织一个party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刚才一直在说 男人很吃亏 就是男人的体力 是肯定不 在这上面不如女人 女人可以连续作战 连续换人 男人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男人是一个 从道理上很吃亏 很吃亏怎么办呢 从嘴巴上着吧 就他这种人 就嘴巴上着吧 所以就比想low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发现马杰主要 还是为男人说话 在出处考虑的都是体力上 男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你没感觉到吗 全世界的男人的社会地位 都已经迅速在下降 跟女人逐渐拉平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我们先说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平等 这个平等出现以后呢 那么事情就出现了 如果过去男女有悬殊 男人高女人低 尤其女人特别低的时候 那这些问题都没有 那男人就娶个十个八个妾 你有钱你就娶呗 你还想回到那个时候吗 那个没什么可幸福的 那个社会必须得有 全社会的认可 光你这屋里的人认可不行 或者说社会都认可 你屋里人不认可 那你很痛苦嘛 那就跟大红灯 那种高高挂的 对了 所以说咱们回到正确的三观 我觉得咱们现在 还是到了一个 我觉得现在其实 我们才是处于一个 男女平等的初级阶段 还不成熟 就是当真平等起来的时候 咱们还不知道 互相间怎么的相处呢 你知道吗 就是真平等了 就不会有这些话 女权主义也不会跳起来 女人也不会跳起来 我估计就大家心态就平和了 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 咱们得承认啊 我那时候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有一个老师 就南大商学院的教授 叫朱宏 他女的 然后他就在说 他说他们心里 社会学是做过实验的 就是如果是有钱的 或者是长得漂亮的男性 走过女性身边 他马上测女性的性基础 测基础 就是测了之后 确实是会封闭荷尔蒙的 就帅哥经过女人身边 女人封闭荷尔蒙 对 就是权力 叫告诉他 这是一个大富翁 或者是告诉他 这一个有 就很漂亮是不用说了 看得出来 或者是有权力的人 如果马云走过身边呢 那绝对是啊 是喝吗 所以那么多女性 才会争先恐后地 跑到那儿去 那马云当时做得很高了 手段很高 马云就说 开一个女性的大派对 怎么 他是哄着女性的 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对对对 所以真富有的 人家无漏 对啊 人家开妇女大会 对 天哪 世界妇女大会 我能去卖门票吗 对哈哈哈 哎呦 真的是 所以你看男的就是闷声打发财 你都不 两个